12月17号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 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大获全胜 鹰派人物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将重掌向位 日本是否成立国防军取代自卫队 格外引人关注 外界担心日本国防军一旦成立的话 将全面升级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 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就派遣9架战机 意图阻挠中国海间飞机巡航钓鱼岛 此外日本西南航空混乘团的战力逐年提升 冲绳正成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要前沿基地 近日解放军空军也进行年度最大规模军演 外媒称中国军力超乎想象 有威慑日本的意味 那么东海之上中日空军较量 究竟谁更胜一筹 美极日益专家意测中国或突袭日本 偷袭成兴的日本如今为何反咬中国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扬上防空体制 又有何玄机和短板 日本空中力量向西南推进 中国特色的火网战术能否撕开日本防空网 今天卫星连线的是旅日资深媒体人毛峰先生 以及上海一报军事编辑吴建先生 马上掌握最新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12月19号报道 日本防卫省智库就钓鱼岛周边问题 发布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2 报告宣称 中国今后不仅会派出渔政船到钓鱼岛周边监视 也有可能出动海军 报告还指 中国积极制定军队约海洋关联的法律 军队争取掌握进出海洋的主导权 近期 中国巡航钓鱼岛的力度和密度正在增强 12月13号 中国海间固定翼飞机运12抵达中国钓鱼岛领空 与中国海间船编队会合 开展海空立体巡航 有分析称 当天是南京大毒沙75周年 中国飞机巡航钓鱼岛有深意 日本防卫省称 这是自1958年以来 中国飞机首次进入日本领空 对此日本航空自卫队 在冲绳纳瓦基地的八架F15战机 和一架ERC预警机随即前往拦截 纳瓦基地的F15J战机 隶属西南混城航空团第204航空队 号称最强F15部队 有评论称 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 中日空军冲突未来将无可避免 在钓鱼岛的我们的领空上面 它绕行了28分钟 这样的情形下 那么日本出动了 这个所谓的F15的战斗机群 都没有赶到 我们从这样的就可以知道 日本是故意没赶到 而不是它赶不到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就可以了解 已经把日本震慑住了 也就是说日本 不敢用自卫队 对于一个中国的警备力量 进行这个拦截或者阻扰